在海边学游泳的小海狮 做梦也没有想到 遇到了虎精的偷袭 电光火石之间结束了生命 被虎精咬住之后 上下甩动淹没在海浪之中 虎精看似憨厚可爱 但却是海洋一顶一的狠角色 冒着搁浅的风险 每年趁着海狮铲子 来偷袭这些在海边学习的幼海狮 得手之后回到深海徘徊 然后再次伺机寻找机会 被其刺破一道道水线 海边又有小海狮被拖走 岸边观看此景的同伴 越来越激进 但又必须尽快学会游泳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小海狮和虎精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上演海洋法则 幼海狮在这种偷袭中学习 虎精在避免搁浅中捕猎 留下来的才是族群中的优秀者 弱者成为强者的口粮 海狮可以在海洋中生存 但不能在海洋中产子 这两只小海狮步履蹒跚地向海边走去 刚出生几个月的小海狮 有点呆傻憨厚 用四只主地而行 要迅速地适应海洋环境 到了繁殖季的时候 海滩上会有成群的小海狮 他们母亲会定时去海洋觅食 留下这些幼崽在海滩之上 小家伙要学会游泳 从一开始地被虎精捕猎 到后面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等学会辨识危险和躲避虎精 虎精捕获不到的时候也会悄然离开 然后等待下一个繁殖季 寻找新手来下手 秋水供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雾齐飞 学美的自然美景下 往往是生存残酷的写照 掩映在秋日的夕阳下 更加具了回乡的心情 秋季数百万的大兵遇在欧洲落脚 这里只是它们的临时补给落脚点 这些鸟从北极的繁殖地返回 到非洲越东在这里停靠补给 它们在等待河水退去 泥滩露出 去寻找里面隐藏的食物 而本地地头蛇油损也会提前来蹲守 自然不会放过这打秋风的机会 作为世界上俯冲速度最快的鸟 它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 可以瞬间秒杀禁止的猎物 但此时它并不能杀入鸟群 来一个七进七出 更不能于千军万马之中 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遮天蔽日的飞鸟 让势力敏锐的油损也眼花缭乱 定下心等待群鸟觅食 然后去突袭落单的鸟 油损又得保证羽毛不被打湿 不断地在空中徘徊 刺激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 这些水鸟只要看到追赶 就会一头扎进水里避险 休整再起飞 瞄准目标之后 只有把猎物驱赶到更高的空中 才能发挥自己速度的优势 让猎物没有逃向水中的机会 在一段胶着战之后 空战陷入了单边岛 利爪刺破胸膛 结束了这场空中战斗 乌鸦看大佬得手之后 尾随而至 自然是希望捞一点好处 到了僻静之处 开始脱毛吃肉 劳动成果来之不易 并且这百万飞鸟很快就会飞走 油损也会再次返回内陆 修整补给完成之后 大冰玉再次起飞 这次的目标就是终点战非洲 每年如此往复